喜欢的请关注,谢谢,前几天写了重极写很多人问我,不出所料,十个人里有一半以上,都在问平安福这款保险。 自打2013年上市后,平安福一路火花带闪电畅销到今天,究竟怎么样? 今天详细聊聊,一,其实呢,平安是江豪公司,但平安福我真的不想买,平安公司去年业绩扬眼。 净利润就赚了近一千个亿,不知道这其中平安福出了多少亿。 很多人问平安福,一是这保险确实卖得好,二是很多人买完就后悔了,以为自己买了份三瓶,但其实是份缩水的单人餐。 看下套餐内容,平安福等于一个主险加两个必选附加险加恩哥可选的附加险。 主险是终身受险,必选险附加险,重极险加保到70岁的长期意外险。 可附加险,意外医疗,重极清正保费过年,恶性肿瘤多次赔付。 主任医疗的,这么一看,好像挺全的,但是此夕一算就一个字,贵,三十岁的男性,保额五十万,交费二十年一年两万多,普通家庭来说,就是个负担了。 二,不吹不黑,客观聊聊新版平安福,坏汤不坏药,还是原来的味道。 先说两个优点,第一,投保人清正豁免,啥叫清正豁免? 举个例子,老李给小李买了平安福,不信老李得了合同里约定的清正,老李是投保人,所以老李不用再缴纳剩下的宝贝。 合同依然有效,老李享受了清正豁免的福利,不过有点尴尬,这福利是用可选付加险的方式,收白了想要的另外加钱。 第二,运动可以增加保额,而且觉得这个创新有点营销套路了。 说下玩法,在平安APP上做运动记录,每月有二十五天每天的步数达到一万步,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,保额能提升百分之五到十。 平安这波操作可以,提高了大家运动的次数,顺手推广自家产品,一举两得。 三,说完优点,我要开始吐槽了,一等待期出现,只退还现金价值。 简单说,等待期一般是90到180天,过了等待期保险才能正式生效。 这期间,内出现,保险公司是不给赔付的,但别人家的保险等待期内出现,第一年内会退还宝贝。 但平安府只退还现金价值。 假如第一年你交了六千多元宝贝,对应的现金价值,一共只有四百多元,90%的钱都不会返还给你了。 两清症保障水分大,平安府保障了二十种清症,但水分有点多。 二病种做了拆分,一个病变成三个病,比如,早期恶性病变,原位癌,皮肤病,其实属于一种病。 而且发病率高的轻微脑中风,冠状动脉介入手术。 非典型心肌梗塞,都明在保障范围里。 二十种清症其实只有十八种,重要的清症还不保,水分有点大了。 三癌症可多次陪附,但成衣不足,新版做了升级,癌症最高可以陪附三次,但条件严格。 看完条款才明白,什么叫生病,也得按照正确姿势来。 如果第一次你得了不是癌症的其他重疾,抱歉只能陪附一次,而且附加的恶性中有险的保障也要终止。 如果第一次重疾你就得了癌症,恭喜你获得了多次陪附资格。 但是想拿到钱,还立有条件,你得再确诊癌症后,再活五年才可以拿到赔偿。 我查了数据,我国的癌症患者,五年的生存率只有25%,大家都知道,一般得了癌症三年内的并发率最高,能扛到五年后的几率太小。 这种小概率事件,只能呵呵一笑而过了,自受险和重疾险共用保额。 平安夫要求受险和重疾险共用保额,受险要比重疾险至少多一千元。 问了在平安工作的朋友,他说他们一般建议客户受险比重疾险多一万元,也就是说,如果重疾险保额是三十万,那么受险就是三十亿万。 敲个黑板,如果得了重疾险付过三十万以后,你的受险就只剩一万了。 想想一万元的受险保额,用来养老,一年一千元活十年,五亿万险捆绑销售,价格太贵。 平安夫强制捆绑销售长期亿万险,保费高,保障低,随手打开支付宝或者里的亿万险产品看一下,一年的保费200块左右轻松搞定。 平安夫的意外险可以回到2500元,12倍的高价,四,总的来说,平安夫,性价比差强人益,其实,买保险就是想用最低的保额获得最大的保障,想要保障全面,完全可以去选择重疾险,受险,医疗险,意外险,自由搭配。 不要迷信大公司,也不要被业务员绕得走不动道,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最适合的。 对了,平安夫还有一款少儿平安夫,你们感兴趣的话,我叔叔,下回可以聊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